每天我們一走出門 其實你就會看到 6556名清潔隊員在我們的周遭 他們在執行他們的工作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退車 或者是他的清潔陸續 還有他的塗裝 都呈現在我們的周圍 那一直以來就我知道 大概30年以來 然後其實有陸續有所改變吧 但是我們都不是用設計的角度 或者是整個工作職業中業的呈現 來釋放這套 所以對於城市來說 這一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城市接到學的呈現 超級穩的 他在工作不可以 也可以再超級看人家的工作 16隻的話 工作有邊 工作有關嗎 書家 然後一個月二十六天 一定差不多兩天 還不知道一天半 一天半哪裡 我們都會建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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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點 光便 武裝上 能夠舒適 能夠安全 為 第一優先堂 那這個提升 媒體 會在於就是說有沒有辦法在這一次 就是說整個的社會考驗方面 達成一個工業社會級的研究體驗 收穫 另外一個負責就是塗裝 就會很像是接近他們職員的一個形象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我發覺說 很多很多的彈的需求 其實都是在這個材質的部分 譬如說如果材質不好 其實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不錯 可是它真正用了之後 它是呼吸汗也不透氣 然後再來就是說那個反光 就是那個反光的這個部分 有時候使用了之後 它就容易推薦跟Nexpect 還是有關係嗎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台北市 他們的清潔掃具 在結束清潔之後都會塑在各個角落 所以我們這次主要要解決的就是 如何讓他們的清潔工具 可以在打掃結束之後 可以有一個收納的地方 所以這就跟城市收納的一個 思考的關係 我們會在工具車的部分 會考得到這些弱勢者 所以大家這邊所謂 所謂草地的那個妹妹啊 然後或者阿里 其實都是這樣撞到的地方 可以使用肢體在操作 把這些操作都有自己的效果 要考 希望我們把這個 可以去外面 可以去外面 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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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自己已經 對於工作增加信心 對於他的設備也有信心 對於他在做建築 有信心 那怎麼樣透過這些 改善這些設備 可以去把每一個點都 讓他開 好 因為這個東西 如果這個需求 能夠好好的被整合起來 剛剛朋友們所提出來的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中肯的領先 如果能夠再 有時間去消化它 讓它成為好的設計提案 我覺得真的 在這個部分 我們絕對領先全台灣 而且跟上整個世界的角度 主要這一次的設計乳飯的規劃 是從美國103年 會一直持續到 111年 那在整個規劃過程之中 我們會分成短中長期 那每個階段的話 在現階段 希望說 基本的設備提升上面 會做一個思考 並且也陸續的跟民眾 做一個設備運用網的部分 那如果在設計上面可以創造 比方說在工具上面 效目的提升 或者是更符合他們的 一個服裝的一個識別 然後職業上面的輪筒 那在中期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說 可以增加設備上面的多氧氣 然後讓台語斯可以 達到一個都市細氫的一個可能 那在長期的話 我們會希望 這個都市裡面的環保 可以做到就是 回收的可能性更加提升 然後全民的一個 互報的一個教育 或者全民的一個 共同行動的一個方案 其實除了剛剛提到的 設備部分的一個改進之外 那還有兩個很重要的效果 像是整個空間 也就是清潔隊員的一個 空間的一個改造 那我們現在都看得到 清潔隊員它的空間 都是在橋底下 或者是在一些比較 就是特殊的角落 那整個一個空間的規劃 我相信是未來都不建設的 很大 主要的大方向 有好空間 然後整個教育訓練 都可以在裡面執行 然後在於所有整個職人的 職業訓練上面的一個提升 那這也會是 在對話上面的一個重要的影響 我想整個台北市 是從許許多多的 就是完善的一個 顯示的小事計案 然後慢慢累積成為一個 很棒的一個城市 令人感動的一個城市 那為台北市的清潔隊員 執行裝備提升的一個方案 是在於整合 如何去整合思考 從策略到設計 然後到之後的民眾溝通 然後可以有政府 民眾設計師的參與 廠商這邊可以整個穿起來 那這塊對台北市 我們想提供一個最晚認證的 一個資料記錄 那同時也提供台北市 有一個很清楚的就是說 如何從一個小小的 一個設計案 然後去看整個台北市 由於把一些價值提升 或者是你去市場提升 那我想這是用這個案子 最重要的研究 謝謝 去吉利里 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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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利